哇,小孩子开学了,好多人买东西哦 先买个书包啊 小孩子啊,明天要开学 牛哥也是上一年级 所以说呢,今天要给他买一些东西 老师安排好了,要买一些东西 现在我就来这里啊 给他来个大采购 买好多东西啊 第一次买这种东西 也不是很懂得到处找 没有经验 现在来咱们去接我们家牛哥 现在出来了,出了一班了 快到我们家冰箱了 今天好玩吗 今天好玩吗 看到那些学生啊 哔哩巴拉哔哩巴拉的 吃饭啊 就像打仗一样了 闷乱的 都把他 吓到了 所以说他也不愿意 在托管那里啊 所以说这样子没办法哦 这样子真的没办法 早上送去 到十一点多要去接 到两点钟又要送去学校 四点钟要去接 以后又去接弟弟 天呐 真的没没办法 没法工作的 我这样子一天啊 以前我妈妈在自己帮我的时候啊 从来不用操心这么多这些 就是安心的去工作就行了 真的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啊 直播又播不了 视频也拍不了几个 要接回来还要做饭 以前请的那个阿姨 五点钟他就帮我去接小孩嘛 他说他打两份工的 他说要四点钟去接小孩 他没那么早 但是上 因为牛哥啊上一年级了 那不一样啊 他那个学校准时下课的咧 就是说就必须要 他四点钟下课 你要四点钟你就要在那里等了啦 啊 他是一般一般的出来啊 所以说他那他不像又圆 又圆你晚一点去 他都没关系 所以说啊 这个又是一件 比较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这都是一个过程的 特别像我们这种啊 都是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的 小孩啊 各方面靠自己 没有没有 就以前我妈还帮我 现在我妈妈也帮不了我 因为他家有很多事情 婆婆也更加帮不了 婆婆来请一个阿姨来照顾 也帮不了 哦 所以说只能靠自己了 谁叫光哥是家里面最小的 如果他是家里面最大的话 那肯定 婆婆也可以帮忙带了 以前那些大的 婆婆大的孙子 都是婆婆带大的 到光哥了就没办法 到光哥他也带不了了 哼 只能靠自己啦 加油 冲 那些我带你去的吧 嗯